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同學在網路上問說 要打坐需要到神廟裡面打坐嗎 因為他聽人家說 打坐很容易發生奇奇怪怪的事 有神、魔來干擾 所以打坐需要在廟裡面打坐 關於這個問題 問的回答可能沒有辦法短短幾分鐘回答 因為牽扯到靜坐、禪坐 這裡面有諧問 這面諧問很大 那伊德馬就同學位YDM在練 所謂的動功、禁功 所以我們可以打坐我們列為在禁功裡面 而用禁功它的練習 它的主要的原理是說 當我們的大腦、我們的結魂、我們的意識 能靜下來 把我們的六根 六根就是恩而彼舌生意 降到最低 到外離向 外離向 也就是耳朵的沒有聽到聲音、眼睛 不去看東西 不去感觸這個溫度 不去感觸這個味道 五根、六根 那六根的意 又能控制住 能定下心來 當你到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頭腦的一個注意力把它降到最低 沒有注意力、沒有心 那這時候我們的潛能會跑出來 我們的潛意識、生成意識 就是說我們的一些記憶它就會跑出來 那我們的能力就很大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效能 所以靜坐是一種 禁功、靜坐定下來 是一種像電池 我們電池電耗掉了 要重新充電 我們能要充電 就是要把心靜下來 把眼睛閉起來 耳朵靜靜下來 當然睡覺也是一種充電 那可是靜坐呢 這種禪定呢 這種打坐呢 它不是睡覺 就是我們還清醒 我們有知覺、覺知 可是我們不動心 靜靜入所謂的禪定 就是外離向 心不亂 那這種境界的時候呢 就到最高 以天心 回到天心 以宇宙融為一體 就像我常常講 一個鹽巴 濃入大海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意識 濃入在宇宙 就回到真心 回到真爐 找到真爐 明心、見心這種境界 它不斷是可以充電 所以我們很累很累 我們每天能打個坐 靜坐呢 練進攻呢 十五分鐘 我們會得到很大的充電 而且我們的智慧 會非常的高 會獲得宇宙的智慧 我們潛在靈意的智慧 都會潛伏的出來 在我們好幾輩子 所學到的東西 所學會的經驗 無形中都可以造回來 可以造回來 這是非常奧妙的 所以所有的靜坐呢 禅坐呢 打坐呢 是所有宗教都非常創導的 那 是不是一定要在神前面 看你的次第 所謂次第 次第就是瞬息 你練功的狀況怎麼樣 像YTM 在教的最淺顯的 在聽オマニ巴ミホン的音樂 我們有十一分鐘的 有三十分鐘的 有九十分鐘的 你就オマニ巴ミホン 那個音樂放著 那 靜下來 不管是坐的 隨意坐都無所謂 因為我們YTM 馬主的道 不再不講究這個盤 因為這個盤坐呢 要很多的氣勢的 不然這個 極缺會不好 身體會不舒服 要很懂得 有學習過來的人 來適合真正的 佛教講的那個盤坐 要做雙盤 要真正有接受信念的 還有教導 不然呢 有時候坐一邊 常常盤著 不管是單盤 雙盤 如果你的腳 左右腳沒有互換 將來你的身體就會出問題 所以很多盤坐的朋友 他急決都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YTM呢 是沒有提倡要盤坐 所以簡單的 你輕聲的坐下來 只有一個原則 頭頂要頂天 其實就要地 就要逐走 逐走 下山要下河 另外左右平衡 要端正 那就是進攻 也就像我們練動攻一樣 打太極拳 一樣的指示 站穿 站著也可以 只要你站著不動 眼睛可以稍微閉 閉七分 增三分 保持截止 聽著那個 歐馬尼巴米的哄 這樣我們就練功 那這個不一定要在神面前前面 因為你這個還沒有正度做到禪裡面 我們要以氣呢 論經以經培氣 以氣養神 我們只能做到以氣養神的階段 以氣來養我們的精神 我們充電 那要以神歸西 那就正度修行了 就佛教 打坐 那一坐呢 九人 對不對 那一坐教期 他們師父們坐教期 閉關 十幾天 這個七天 這個就有 那這個是真的在寫一禪座 那這個禪座是要把五印接空 把五印接空 破色印 破響印 破色印 那一個是破 那當你在破在修閒當中 就自然就會起魔跟起鬼 在令元經講這五十夢 就會來找你 所以一般來講 你的功夫不夠 如果你要真的寫到禪座 念那個禁戒的時候 那很深的那種禪座 修行的那種禪座的時候呢 那你可能剛開始就需要有師父 有老師在旁邊 護衛著你 或是你在神尊前面比較適 那如果說像我們是比較觸地 就說比較淺一點的 我們只是把心以氣養神 我們不是以神要歸心 跟宇宙要通了回到天心的 真的是外離相 心不亂 又到達了我們的靈可以回到天心 回到真爐找到本性 連結到宇宙的那種奧妙 這個時候呢 就不需要在神前面 所以我們說 所以我們在練禁宮 大部分的禪座 我們的要求 裡面要思想 怎麼這樣氣 怎麼這樣運作 那就是在練宮 那這個是在以氣養神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把氣 已經培氣 這個氣的這個神 精神都過的時候 我們當天祭氣 那邊的那個精神的精氣神過的時候 開始在修練 以神歸息 那個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真的悉悉要 真的有宗教 有神明來護衛 所以我們在神面前做 才不會有五十魔來亂 魔鬼來亂 所以各位在學習呢 只要學習靜心 把心先靜下來 把這個望心呢 先靜下來 那真正呢 我們在求佛 寫佛 來修道 大家就會把這個太極拳打得很好 我們的禁宮修得很好 氣的精氣神修得很好 那達到最深度的一個層次的時候 要歸氣的時候 當然要破五印 對不對 那歸道呢 無知亦無德 然後沒有四身體 苦其滅道 對不對 在這種程度之下呢 你的修行到這種程度上 那當然你要有很深的宗教的信仰 那你要有師父啦 要在神面前 在佛的面前來修 那這種境界呢 那這種境界呢 就真正需要被保護 那如果說我們學的靜心呢 那沖個墊呢 打個墊呢 沖中的墊呢 就在初前 有辦法 不是深入在 以神規基的那種境界的時候 那我不一定要在神前面前 在廟裡邊 我們在家裡面呢 偶宿裡面呢 只要靜著 讓我們心能靜下來 任何的場地 接近大自然 我們一坐 不一定要盤坐 你站著也可以 把心靜下來 眼睛沒看到 耳對得明到 沒聞到 關注你 我們的五根 讓我們意呢 定下來 聆聽 或者意去想 那邊的氣怎麼跑 用我們的意呢 去練 阿彌陀佛 練 天上聖母 都可以 在這個時候 你不一定有這樣的用 不會受到干擾 所以我們不一定 在神的面前 或廟裡面 那這因為它有次第 次第就是順細的 我們在修 等於說 上課的 上半部 後半部呢 更深的 在西要 有神的護衛 那以上是 君的經驗看法 那這個靜坐呢 靜公呢 是有很大很大的邪問 將來 我們會來探討 來分享 那五十年初前的跟各位講 一般你要靜心呢 聽我們的歐媽媽把你問 要把心靜下來 我們就是 剛入門 剛靜坐 你知道 靜下來 你不需要在神的面前 只要速到的地方 心靜於心 可以回復 你把以前的那個記憶 那種經驗會跑出來 也就是說你的壓力線呢 降低了 你的心力呢 沒有那麼壓力 那麼大 這個時候你放鬆 放輕鬆 一切鬆鬆鬆 眼睛鬆 耳朵鬆 全部鬆心的鬆 什麼都不要想 都好好的充個電 那你也可以想像 馬祖的光在前面 馬祖在前面照光給你 用那個意 你的意還繼續保持 所以這個意很單純 想像馬祖在前面 照光照亮我們前身 都可以 這也是進攻的一環 我們從師父的這些先代 念到最後前部放空 沒有死息 就沒有死一二三四的呼吸 沒有去想 馬祖在前面 沒有 這全部放空 你就會以神歸息 到那種境界 我想 禅坐呢 打坐呢 靜坐 就會有很多的邪問 這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也是我們一門課程 那你的問題 我就這樣回答 出淺的打坐 還有意念 那我們不用在神的面前打坐 以上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